欢迎收看金融马拉雷的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指数呢 是开平低之后呢 今天震荡上去之后呢 那一整天就在平盘这里震荡 好 你看到今天呢 开低之后上来上来后下去 那一整天在平盘附近 收盘的时候指数是小涨9点作收 好 9526点 那么指数当然在平盘附近震荡 但是个股呢 那么差异还是非常的大 好 所以这其实就是 我跟你一直谈的重点 就是说那 昨天弱的股票反弹 那强的补跌 所以我跟你说你该出还是要出 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 好 当然这一波 因为指数跌相当的深 那跌深的话会停顿以下 好 但是也还没有指纹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其实最怕的就是贸易战持续扩大 那当然现在看起来有这个迹象 好 那就因为有这个迹象 所以效应还没有完全结束 好 所以短期你还是要小心 好 该避开的要避开 那尤其是明年往下的更要比开 好 这是真的是为你的资金在做打算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那目前贸易战看起来 还有在扩大的迹象 那甚至于应该说 你到现在反应的都还是 10个百分点 因为到年底之前 那目前是10个百分点的课税 那到明年1月1号开始 25个百分点 那当然25个百分点 好 比现在高很多 所以现在还算是出货 相对高的时候 那到25个百分点之后 那可能就会掉更多了 好 再加上 那如果没有进一步协调成果的话 那二月初恐怕还有另外一波 好 所以确实有扩大的疑虑 那确实是这样 那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那当然有些电子股会受到影响会相当大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该避开你要避开 好 不要乱买 好 真的是该出的要出啦 好 该出的要出啊 那你不要乱买 该出的还是要出 这其实是真的为你的资金好 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所以我才讲嘛 尤其是明年如果比较不好的 你还是一定要出 那等月久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啦 真的是这样子啊 现在你今天就看到这个新闻 我们来看这边 那奇力星 那么今天 那就看到新闻有出来 第四届订单掉三层 好 那今天奇力星呢 那当然就开地了 那开地也创新低 然后就一直震荡 收盘的时候也收到快要跌停 那也是非常的大跌 那第四届订单掉三层 那除了掉三层之外 其实这个是比你想象要严重 因为大部分的人看到订单效三层 就想说那他之前赚很多嘛 那赚很多掉三层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大错特错 因为他跟你讲第四季的订单掉三层 这是指数量嘛 这是指量 那还有价 因为营收就是量跟价嘛 量跟价合起来的嘛 那订单掉三层指的是量哦 指的是量哦 问题是价也下去啊 那价也是下去啊 所以你订单掉三层 等于量这里就乘0.7 价这里也是哦 因为价大概也是三层 大概也要再乘0.7 所以这个效应冲击远远会比 你看到的三层要大很多 会大非常多 因为量跟价乘起来 才是最后的结果嘛 而且下来很多的时候 你毛利就全部下来了 毛利就都下来了 对因为规模经济就没有了嘛 溢价也不见了嘛 等于当时多赚的全部会回去啊 所以这不是三层的问题啊 这个会远比三层的冲击要大非常多 所以今天就很多 那当然这个我也不是今天才跟你讲啊 我就跟你讲很久啊 我说这种一旦结束反转下去的时候 这个影响会很大啊 这个不是你想说放在那里等就可以哦 绝对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这种还只是第一季开始往下而已哦 这才第一个季度哦 那这一次变动元件整个大循环 也走相当的久啦 那到第四季是第一次的量正式开始往下 那这只是第一次而已哦 量开始下去哦 那价也是下去啊 所以会比你看到的三层要多很多 因为量如果下三层架 如果也下三层架起来其实很大啊 这个冲击是非常大啊 那毛利一定掉下去啊 获利就会差很多啊 然后这还只是循环高点的第一个季度的正式下降 那明年第一季又是胆季 那明年产能又出来 对不对产能又加很多 所以明年的供给跟需求就更不理想嘛 那明年的话变成供给量又更大 然后需求又下去了 所以第一个季度的影响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还没有加上后面第二个季度 第三个季度再开始往下 所以这里我才会讲说 你该出不必要出吗 对不对该出不必要出啊 尤其是明年往下你一定要出啊 这个我也不是今天才讲嘛 就跟大家一直讲嘛 我这样讲是因为这真的是对你好啊 我真的对你好啊 因为你可以差很多嘛 你可以避掉很大端 即使是十字经济我还是要跟你说 那个还是差很多 你该避的你还是一定要避掉 尤其明年往下的 该出的你要出 尤其是明年往下的 因为你等越久就越糟糕 就越不好 因为等下去你不会有利多啊 等下去怎么会有利多 就好像你起立心等到现在也没有利多 对不对看到都利空嘛 那而且你越舍不得就越不好啊 对就越糟糕啊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赶快啊 所以我才会一直跟你讲说 你该出的要出就这个道理嘛 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等越久没有好处的啊 对你绝对没好处嘛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讲也不是讲第一天而已啊 我是一直跟大家讲嘛 那我一直讲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到 你所有有听到的朋友 你应该都知道嘛 你只要有听我讲的 你随便你有出一点的 你都差非常多哦 整个被动元件都一样嘛 对是不是都一样 你只要随便有出的 你都差非常多 都差十万八千里啊 而且是越差越大 对不对越差越多哦 因为我跟你讲的时候是一路讲下来啊 我一路跟你讲很清楚哦 我说这一块你要特别小心 这块已经反转了 那你不要问我低点在哪里 其实这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不是你用技术面去看的 这完全没有办法这样看啊 因为营收跟获利将来数字都会差大 所以你还是一样记得我讲的哦 你该注意要出哦 那因为你一直等也真的不会有好处啊 来看今天国具了 那今天的国具是不是就一路往下之后 有没有兼再创新地 那到今天已经298块钱了 兼续创新地了 对不对所以我说 真的是不要一直等下去啦 等越久就越不好嘛 对我跟你讲的是什么时候 965块钱 965块钱的时候我就公开跟你讲说 这里已经反转 这里已经反转了 所以真的是为你好啊 真的对你好 因为你会差非常非常大啊 而且会等越久差越多啊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你要赶快嘛 我讲的每一句话 我想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而且我也不是跟你讲一次而已 我只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说 900的时候我跟你讲 800我也跟你讲 700我也跟你说 我跟你说是因为 他后面还有很大下跌的空间 600我也跟你讲 500我也跟你讲 然后到了400 然后到了300 对不对今天298块 今天续创新地 你看这一段时间以来 所有有听我节目的人 你有照我这样讲的 你真的说他很多 对不对你全部都可以逼掉 你全部都可以逼掉啊 对不对你整段都跟你无关 跌下来都跟你无关嘛 对不对整个跌下来的话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看差多少啊 我跟你讲在这里 965块啊 然后跌下来之后 弹起来我提醒你 跌下来弹起来我提醒你 跌下来弹起来我提醒你 你还是要出 对不对你还是要出 是因为后面真的会差很大 那个已经不是你看过去的数字 就可以去理解的 那个循环会差非常的多 好今天298创新地 我以前举过那个例子 我以前拿上一个大循环的时候的华兴科跟你讲过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我提醒你的时候也是很高档 而且花很多时间讲 那时候我跟你说当时华兴科从高档下来的时候 它在几年前的大循环 那次走到300多块钱 然后下来以后8个月 8个月会升一层 8个月会升一层 真的升一层啊 你自己去看K线 你看月线你就知道 它的获利也是差10万8千里 那一年的获利跟去隔一年的获利 相差10万8千里 那差非常的大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你讲过 而且我还用图跟你仔细地讲 像这样子的景气循环 它一结束的时候差很大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真的是为大家好才这样讲 所以我才一直在跟你说 我说其实你该出就是要出啦 对不对 景气往下更要出 景气往下股票你更要出啦 等一下就没有好处啊 那现在指数其实还没有真的见底 所以还不稳定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就很简单 你真的不要乱买 你真的不要乱买 因为你不见得能赚到什么钱 但是你可能会让你自己越来越难处理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不能随便下去乱买 你要非常小心 那甚至于我觉得你把手绑起来是最好 你根本就留现金 你留现金是最好 你留现金的意思是将来开始要往上的时候 要买的时候我通知你 那个时候你就赚最多 对不对 你不需要在中间的时候去浪费无谓的资金 而且现在也还没有见底啊 对不对 现在也还在一半而已啊 还只是在半路中嘛 所以我觉得不该动的时候你就不要动 你真的不要动啊 那你该避开根本就要避开啊 真的一定是这样啊 尤其是那种趋势往下或者是高点已过的 那个你一定要出哦 对不对 高峰已经过去的那一种 你一定要避开啊 你避开对你只有好处而已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看像我讲这么久 我真的讲很久 而且我公开跟你讲 我全程公开讲 我从这里开始就一直跟你说 那趋势开始往下的 高峰已经过去的 这个你一定要避开 对不对 你如果舍不得的话 不管怎么说你至少你也要出一点嘛 对不对 你不管你是张数少一点也好 或者是你档数少一点也好 那你总是要有个动作 你只要你有动作的话 就可以差得很大 真的你 就算你到现在没有办法全出 你至少也要有一点动作嘛 对不对 不然我一路跟你讲哦 对我还跟你说你可以打来 其实那时候我之前说 有很多人手上有被动元件相关的股票 不知道怎么出的 或者不知道怎么办的 我那时候说你可以打电话来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你应该要怎么做 那就好像 其实有一个先生 我就先不要说他 他叫什么名字啊 那他也是打电话进来 那他也不是我们会员啊 然后他那时候也打来啊 因为我是一路跟你讲嘛 我900多的时候开始跟你讲 我说那一块会下去 然后你一定要小心哦 那我900多块跟你讲之后 他也没有马上就打哦 那900多也没有打哦 他800多也没打 那700多也没打 后来他600多才打来 他600多才打来啊 他打来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惊讶啊 因为他手上是十张的国具 那十张的国具 而且他还买在1300 大概比你还严重啊 对啊 他买在1300块钱耶 他打来的时候是600多啊 那因为他就一直看节目嘛 那看节目的时候看到 我一直提起他啊 那所以后来他打来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他就问说要怎么处理啊 那我是跟他讲说 真的是你要出啦 真的是你要出啊 你现在看你觉得很低 可是以后来看你会觉得高 那我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出 那他其实也没有很听得下去啊 所以后来他就 他就 他就出一点点 他真的出一点点哦 然后后来 因为他也不是我们会员嘛 然后后来他也没再打来了 那后来到今天说他就打电话来 那他今天打电话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非常的感谢 因为他觉得 他说后来你知道他怎么处理吗 他一开始就没全出哦 那一开始说他只有出两张 就真的两张而已哦 那出两张之后 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啊 你开始动作了以后 你就会开始动 你就会开始动啊 他从六百多块的时候 他只出两张 那后来他就开始慢慢出 那其实都一两张一两张出哦 那一两张一两张出 等到他全部出完之后 已经四百多了 他到四百多才全部出完 四百多才全部出完啊 但他今天打电话来他很开心啊 他打来感谢的 因为他打来之后他说他到四百多才全部出完了 他觉得他终于轻松了 他终于轻松啊 虽然他也没有卖在高点 虽然他是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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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张在卖 他卖了好几次哦 但是他终于轻松了 而且他差很多 所以他觉得很开心啊 那他打电话来 他除了觉得很开心之外 他还有一个重点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他很感谢当时我们跟他讲的 虽然他是一张两张在卖啊 但是他好歹他都卖完了 那卖完了之后他现在都现金 所以他就很高兴嘛 他觉得他整个都觉得很放松啊 然后再来他说 如果我们要买股票的时候再通知他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他是 他就是他现在满手现金 他就是到时候希望我们帮他赚回来嘛 对这当然是这样子啊 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 因为你就是要开始有动作 对你要有一些动作啊 你不要都没有动哦 其实你有动就不一样了 就像他当时卖在六百多块 虽然他一开始只卖了两张 就两张而已啊 但是他卖两张之后 再来他就慢慢的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 不知不觉他也摆脱了这个 摆脱了这个之后 他现在回来看 这个还是差很多 因为今天到了二九八 今天到了二九八了 那真的差非常多 真的差距很大 所以我常在讲说 趋势往下的或者是 高峰已经过去的股票 你还是要出啦 那当然你可能舍不得 这也是人之场情 那你如果舍不得的时候 至少你要降低一些东西 你至少要降低嘛 你不管降低你的张数也好 乘数也好 或者你的挡数也好 那不管怎么说 你就是一定要降 你只要有降下来的话 你就会不一样 你整个感觉就会轻松 而且你一开始降之后 后面你很容易就会解到 因为你很容易就会 你开始摆脱那个挣扎之后 你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出 最后你就会摆脱这个东西 那你摆脱之后再来 你就会留更多的现金 留更多的现金 你后面就会是最大一价 所以其实像今天 他打来就让我觉得 就感触蛮多的 因为600多块的时候 他真的是超不舍得 他真的是超不舍得 他怎么样他都觉得 他砍不下去 所以他才挣扎很久之后 才砍个两张 但是因为砍了那两张之后 后来再涨不上来之后 他就会再砍了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慢慢砍 那最后他其实也都已经出完了 那现在回来看的时候 他觉得很开心 虽然他最高出在600多 最低出在400多 但是他不管怎么说 他这件事他已经完全结束了 那他就等着后面来继续赚钱了 那当然也知道 现在不能乱买 所以他说我们要买的时候通知他 然后他再一起来赚钱 所以我想其实 还是要强调这个重点 讲这个是真的是为大家好 因为我一直在提醒你 景气循环或者是最好已经过去的股票 你该闭的一定要闭 你真的一定要闭开 那因为那个会差很大 真的差很多 对不对 那我想很多人会像我刚所讲的 那位先生的问题一样 我想很多人会是这样 所以你就算是舍不得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至少也要降低一点 降低一点也会差很多 降低一点你就会完全不一样 你至少不会让自己都卡住 那再来你也会有资金准备 后面要赚钱所以你才可以赚钱 所以这很重要 那所以我才会说你现在该币的一定要避开 那当然现在的话你也不要自己乱买 那我是觉得你要留比较多的现金 那但是你如果该币的股票你没有避开 你至少也要降低一下你的持股水位 不管你从张数降 从党数降 那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要降低 那如果你到现在你还是动弹部的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 那你就打电话进来 因为打电话进来我就可以帮你嘛 就像那个人一样啊 他打来他其实也没做什么事 他也不是我们会员 他现在也不是啊 他现在也不是啊 因为他事实上他就只要做多嘛 所以他也现在还不是啊 但是他打来他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因为我可以跟你讲得更细 你应该要怎么做 我想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就打来吧 打电话来我来帮你 那反正就尽快了 因为你该出的还是要出 该避开的还是要避开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只要前涨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呢 就已经在高峰或者是获利 或者高峰已经过去的股票 要特别小心 那所以有时候就是说 你要看比较清楚的东西 好 那像是第三季 其实比预期低 第四季虽然忘记 但是毛利下去 那第一季的话 会往下掉四到五成 好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利多 就不要当成利多了 好 因为再不久之后 马上就要进入第一季 好 所以我常说 那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要打电话进来 好 因为真的 也不要自己乱买啦 好 你手要绑起来 手就绑起来 对 你干脆就把手绑起来 我觉得其实对你是真的好 好 因为你留更多的现金 到最后你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那当然我也一路提醒大家 什么东西你要避开 那这也是为了你好 好 因为差距是真的非常非常大 好 所以我们都公开跟大家讲 那高峰已经过去的 或者有疑虑的 那那一些反正你该避开 要避开就对了 因为这差距都非常的大 来 你看这是三百多块钱 三百多块钱的预警光 那三百多块钱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这里会往下了 那其实销售市会不如预期 那二线厂商冲击是会最大 这个道理我那时候也讲过 所以你看从三百多 然后再下来到两百多 那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吗 对 你看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三百多块钱 然后到今天 今天创新地 来 今天的预警光收盘是197块钱 197块钱 那我提醒你的时候是三百多块钱 而且我是一路提醒你 那这就是说 这道理我讲了 那时候讲很清楚了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反正你要记得该避开的股票要避开了 该避开要避开了 因为那一差就是一百多块钱 这一差就一百多块 那你有几个一百多块 这个一差差很多 那这一差下来 而且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这么大的差异 然后差距非常大 所以你随便只要有几张的人都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注意 那当然我们讲这些都是真的为大家好 因为这都是之前有时候 大家可能比较手上有的股票 那所以我公开跟你说 我也希望你有问题的你要打来 因为打来你不用花很多的钱 你就花一个电话费 那当然你可能不是我会员 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参加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一样 那个打电话来问国具的人 他打来说不是会员 他现在也不是会员 但是问题是 他就花一块钱打来 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那虽然他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但是他慢慢的做 他也已经完全轻松了 那就差非常多 这就差很大 所以有一些高峰已经过去的 真的要小心 那所以 因为股票本来就是 每一轮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所以有一些反应过的 那或者是高点赢过的 就真的要注意 那包括像是杨明光也是 杨明光到现在PE还是 其实还是偏高 因为第三季 前三季就是1.51 第四季有淡季 所以其实这块也是 那所以今天也是 就直接下去了 那收盘是收低点 但是重点就是 你该避开要避开 该避开也是要避开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明年真的往下的股票 是你一定要避开的 是你一定要避开的 那很多人会说 你砍不下去 或者你舍不得 那你舍不得 其实有舍不得的方法 对 也有它的方法 那或者你就算舍不得的话 你其实你也可以 降一点陈数 对不对 比方说你如果 本来你有三档 那你也可以降一点 你降陈数也好 或者降档数也好 降张数也好 你不管是从哪里降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让你留更多的现金 留更多的现金之后 那么后面你要赚钱 当然就很容易嘛 对不对 你保留更多的现金 就是为了后面赚钱嘛 那你会说什么时候赚钱 什么时候赚钱就是 买的时候我会通知你 那到时候你再一起来赚 那这个过程就是 就是要交给你的 就是要让你知道的 那这会对你 会有很大帮助 因为你能够这样做的人 我都可以预知 你到后面一定是最大利价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讲说 有很多朋友 现在你还不知道怎么做的 那真的要打来 因为我就是一路在跟你讲的 尤其跟你说的就是 这种是一定要出 景气循环的 或是最好以过的 这个是你一定要出 所以我已经讲很久了 那当然你如果自己有做到 你避开的话最好 你有听进去的最好 你有听进去 你避开的朋友都要恭喜你 因为你避掉了 该避掉的东西 后面你就很容易赚大钱了 那当然也有些朋友 那可能就舍不得 其实舍不得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大家会等 但等不见得好 如果真的等可以好的话 我就跟人家叫你等就好了 对不对 我何必讲这么多 就是因为等对你 不见得有好处 所以我才说 等越久越不好 等越久越不好 因为明年就不好 明年不好的产业 你要等到明年吗 你等下去也是利空 所以我才说 你就是一定要有动作 你就是一定要做 那很多人会觉得舍不得 真的很舍不得的 没有关系 你不管怎么说 你至少也要降低 你的持股水位 对不对 你至少要降低 你的持股水位 你可以从你的张数去减少 那或者从你档数去减少 那你也可以从你的 持股比重去减少 那不管你怎么减少 反正至少你也要动 那如果你成本都没有动 到现在你还是动弹不得的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的 那我就说你还是一样 你打电话进来 你打电话进来 其实你只会花一块钱的电话费 那你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但真的可以帮到你 所以你一定要赶快 那所以我常在讲说 这段时间真的 每次我说打电话来 我帮你的时候 都很多人打来 而且打来的人 他们都不是会员 打来以后他也不是会员 因为很多人 他就是要等到后面好的时候 才要做 那也没有关系 但至少可以帮到你 所以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你还动弹不得的话 那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你就打电话进来 我帮你来解决问题 那我会直接跟你对话 那我们就三个名额 我会直接对话 因为一天也没有办法讲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三个名额 我会直接告诉你怎么做 我直接来跟你对话 我想对你会很大帮助 所以把握这样的机会 赶快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有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所推荐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